这个哪里是摆乌龙啊 一些都不是摆乌龙 这个是他们又是献忠诚在南京大独萨的纪念日 就是做出来的创误施政 你什么时候会觉得 在教育的价值观的角度来说 向小学甚至中学的学生 去播一段这样的影片 他们要看上youtube就可以看 你什么时候要从学校的角度去播这些片子给他们看 导龙说导龙这个导教的学校是鼓吹仇恨的 叫别人不要遥恕别人 世界都向前走 你要鼓吹这个普世的价值观就是向荒谬说八 当然向暴政说八 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你在教育上学的时候 另外一个价值观 尤其是有信念的学校 就是饒舍嘛 已经过去了 现在日本人没有再侵略我们了 你去做这件事情 你可以得到什么效果呢 我就看不到它有什么效果 你觉得它做完这件事情之后那些人会很爱国吗 根本没有人会去认同日本改历史 没有人会认同南京大屠杀是对的 包括日本人都不会认同是对的 但是也没有人会用这个方法 来企图去令小学生去觉得这样来爱国 就是看到自己的很多几十年前的同胞被人杀 那就爱国了 你没有想过教育的价值观呢 它得到什么效果呢 给小学生看完之后 是吧 所以这个根本不是摆乌笼 这根本就是错误私证 是吧 其实杨永雄应该要下台 应该要问责 怎样可以这样 还要推到那些学校里 告诉那些学校 他们是被要求去播这条片 接着说我给了你 我给了指令给你 没有人说一定要你做的 你自己决定 大哥有没有搞错 卸卸卸到这样的 他的肩膀不是斜的 A字形的 那怎么承担啊 怎样可以秉承这个问责制 这个没得解释 香港人要追究到底 你想想那些小孩 六岁七岁 你要他看这条片 真是搞错 真是很离谱的 这些真是 想出来的人 被指令的人很邪恶 做的人也是非常忠诚废物 其实现在要追究 是不是有没有途件 之前也有些党 有些区议员 有些团体是可以发声 如果现在一个香港市民 想去追问香港政府 其实有什么途件 可以联络他们去做呢 现在好像很难 周先生 公民社会发声 我们希望学校校董会的 那些会员去谴责 是吧 是吧 以及一直将他去谴责 究竟他去提出这件事的人 他给指令不清晰的话 那就要问责 不用一定要靠的 我们现在被人逐个逐个 逐个 DQ了 又好 恐吓到辞职了 又好 区议员 这个 已经是 成了事实了 已经过去了 大家都还有很多渠道 可以反映的 只是他这个 这个堡囊堂这个 道教的 学校 他有个校委会 校董会 是吧 跟他们反映的 寫信是不停不停的寫信 是吧 一定要问责这件事 怎么可以这样的 就是有一个 要一个小孩 因为这样 终身 就是那个 那个 心灵受创伤 经常发噩梦 一个都嫌多 是吧 嗯 是吧 嗯 是吧 现在又 准备我收到 刀片的恐吓信 这件事之前都发生过的 现在这个 这样的类似的事件呢 周先生 你怎么提 是不是现在的 香港社会的民众 又或者是用这种方法 去表达自己 对香港政府的不满呢 我看照片不是刀片来的 是个剃骚跑来的 嗯 剃骚跑 是啊 是啊 是不是 我这张照片 如果没有看错那些假新闻 就是应该是个剃骚跑来的 或者市民是 或者在这些场合 看到他觉得他很多脚毛 叫他看一看脚毛 是吧 那个剃骚跑来的 嗯 知道 现在当新闻 其实大家都有少少关注的 不知道周先生可不可以帮我们解读一下 现在香港的强积金呢 就有个积金局的报告呢 就是九月份 今年的九月份 已经要13万 13.8万了 要下13亿元的钱呢 其实没有人拿的 这个就是市民辛辛苦苦的钱在那儿 但现在似乎放在里面不用拿 那么这些钱是没有 漏被香港政府用的 是吗?我不知道 我没有跟你的新闻 有13亿啊 是没有人拿走的 有13亿钱 没有人拿 截至今年的九月 有63亿 有些65岁的退休人士可以拿 没有拿到是吧 他们没有拿到 其实是有13.8万个帐户的钱 没有拿到的 哦 哦 有些去英国没拿 是吗? 回来拿 他没有说 有拿还是不拿 总之就是 有些钱 六十三亿 其实这些钱是否有没有一个陶件 只好不用拿 就 有没有机会再拿回呢? 香港人 当然有了 他跟回名字的 跟回身份证号码的 政府怎么可以抹收的? 不会 不会 香港怎么样没有法治都好 法治怎么死都好 钱的法治就不会死的 因为钱的法治是波及到 蓝营的人的 是吧? 所以你说强积金 不可以拿回 或者离开了一段时间 不拿回 就是 那些黄营的人不计较 那些蓝营的人都不肯过他 所以放心 他怎么会 就是 其他法治可以死 是吧? 他们觉得 钱、银的法治 他们会很努力地保存的 是吧? 很多有钱 很多有权质金 嗯 其实我想跟周先生说一些说话 其实因为我在这个采访过程中 有不少的民众就告诉我 周先生其实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的氛围 所以 老师如果你要采访他的话 你要他自己说话 你就不要问他问题 他想说什么问题 什么话 那就要他自己去选择 所以你看到我今天问你问题 我也有点紧张 所以我想 周先生 其实你自己想说些什么? 我觉得又不对 我多谢市民关心 但是你是记者 Lucy 所以你要求我做访问 你带这个访问 你给问题我 我回答 如果我觉得不适合回答 我自己会自然不回答 那责任就不在你的 是吧? 所以一样好像我说了的东西 我自己都要全权负责 没有理由说我说了的东西 在访问里面的时候 我自己没有想清楚 然后或者被人家说 触犯 港版法 这个是我自己责任 或者我 即时觉得是说错了的 或者是会令到有毁谤的 我都会来找你 就是可能尽量叫你修改 这都是我的责任 又不是你 你是记者 你应该是给我问题 我自己觉得不适合回答 我就不回答 所以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法 我都希望可以看到你的问题 我自己都可以准备一下 但是你放心 我自己完全是承担的责任 我可以回答的 我自己就要负责 但是今时今日我觉得 你站出来做了一个事情 我自己都要承担一个责任 如果我自己因为某些原因 或者工作太忙 不能够接受你访问的 这个我有得选择的 我能够接受你访问的话 我自己就要负责这个访问里面 内容我说的说话 是吧 你放心吧 千万不要有这个压力 有啊 我都不敢去追问一些问题 我想问一下周先生 其实你现在的做生意的环节 你可不可以和我们透露一下 现在知道你一直都被政府担注你 11月18日宣布了 还有明年大概八月后左右 就会结束实体店 这个计划都没有变到的 我们都是被人断了货源 那我们都觉得 就是那些铜装连锁店 我们不会再谈绝约 也都未必会绝给我们 那我们都会撤退 不会再采购的了 因为都买不到货 铜装也都 我们卖开款少量多的 款多量少的 所以我们没有了不同的渠道 就做这盘货出来 是有它的难度在那里 那我根本都是承认了自己的公司的弱点 也都恶势力都是可以攻击这个弱点 那所以我们那个生意是做不下去的 那至于两间 艺术生活百货店 可不可以继续支持艺术家 然后做技卖的 我们到时买完的货 我们会再想 总之我们不想那品牌在香港消失 但是就要 就是承认自己是有一个弱点在那里 是人家对方很容易攻击到 那令到我们都不能够经营下去了 那这个是事实来的 那我们当然不开心了 就是我们在香港营运了31年 都是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之下都生存到的 但是受打压的情况之下 就是业主又不想租 那么采购又有军装的公安上去我们国内的厂 指令他们不准和我们做货 或者八月底做起了货都不准它交 那那些厂的都是普通人 他们都害怕的嘛 那些公安始终都是大陆警察 那就是很失望了 就是打压的行为去做到这样 但是也不是什么新鲜 我们都不是有什么这么厉害 就是我们一间蚊营的小企 那他们打压立陶宛都是这样打压 都是叫那些中资机构 不要再逃立陶宛做生意 那这些是国内的手法来的嘛 他要打压你 政治打压你 就是我们都接受的了 就是都不想再跟他硬拼了 我想最…最比较上伤心一点 就是我禁止才知道 禁止才能领悟到 是无谓的这样硬拼下去了 是不是? 那因为我很坚持 什么都不想改 我同时其实都劝过我很多次 就是或者拆了个文宣啊 拆了个童鸭啊 或者搬走个民主女神 我都是坚持不肯搬 因为我那个理据都是我没有犯法而已 但是这样带来给他们的折磨 又很不值得的 又被人跟着啊 又电话骚扰啊 那这些我自己都是 就是… 就是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的老板 就是要承担的责任来的 所以结束了现在就一身轻了 那我又没有这些这样的压力 就是令到我员工或者员工的家人 就受到有这些压力 那我都是…都是一身鬆了 就这几个月买了那些货品 就结束了这个生意 再想想那两间店 是不是做博物馆啊 或者做咖啡店啊 就是这样的 因为… 因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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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都有怪责自己是… 不是很敏感的 就是… 就是其实带来给身边的员工 那些同事 那些… 那麽… 那麽… 那麽帮得手的同事 那麽忠诚的同事 那麽… 就是… 店铺有滋扰电话 那麽不停的 店铺有滋扰电话 那麽不停的 就是… 就是… 發生了很久的了 我们教它吸线的 但是都是去到越来越过分的 或者走进来店铺 就说 你老板随时会被国安抓了 你小心点 那麽嚇走那些员工 那麽很不必要 就是… 所以… 我们… 我们当我们的经营 是… 现在重新开始想过 用了什麽方法 在香港继续存在 是吧 那… 成衣啊 襪啊 T恤啊 就是外套那些 就… 全部都… 賣光就算了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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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片套了我和我的助手的樣子 做這些假新聞出來 他們最厲害的 有這些資料 但這些資料很小事 我們站出來講人話就預料給這些小人攻擊 這些五毛是後面的機器給錢去做的 他們賺錢的 我們同事有空就拔了他 看不到就看不到 我覺得都沒有人相信 最荒謬的最近那條片就是 拿許智安和黃森榮的在的士那條片來 肚餓的樣子下去 這些卑鄙下流 賤甲無恥行為 這段採訪 周先生請問你自己有沒有什麼想說 我真的要跟我們的觀眾朋友說 不好意思 我這次問問題都不是問得那麼好 第一 我們之前沒有合國 第二 我自己好像剛才說的 我都不想問一些東西 對你不利的東西 心裡有一點點的緊張 所以這件事情交給周先生 其實你自己 還有沒有什麼想說的 還有我們下次我都先夾好一些內容 給大家做一個有料到的 有質素的一個新聞採訪出來 你千萬不要這麼說 Lucy 我們都有 你只要發一些問題給我 總之我覺得敏感不回答 我會保護自己 我完全會承擔這個責任 不過我想 就是 就是 選舉的東西就是 雖然還有幾天就是 但是都沒有什麼想說的 真是 那個意欲真的比最近發生的這些 尤其是選舉論壇的質素這樣 就是 還有就是 特首又這麼有信心 說我們相信政府就應該不會去投票 就是 我都覺得就是 選舉都變成一個鬧劇 就是 我就沒有什麼補充 不過我希望香港人是可以 繼續去 見到荒謬的東西一定要出聲 好像南京大屠殺在小學播這樣 大家 家長和校董會去譴責這間學校 譴責保良局 一直這樣推上去 要這個教育局局長要負責 這件事是不小事的 不要給他不了了之 因為這些人能夠做出這樣的事情 是真的很沒有良心 拿我們的小孩的心靈 來去達到一些 企圖達到一些政治的目的 這些是很卑鄙下流的行為來的 不要放過他 香港人 還有我希望 海外的人很多都看到時代革命 沒看到的人 我都帶了一個訊息出來 就是告訴你們 時代革命是建立了一個很好的樣本 就是說香港人很多素微謀面的人 其實都很互相幫助 很團結 就是反映到今時今日香港的社會 希望我們大家都是素微謀面 我在我的小崗位一個蚊營公司做我的本份 希望你們大家都是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 雖然我們素微謀面 但是我相信在關鍵時刻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團結來支持大家 大家做到什麼就盡量做 千萬不要覺得自己太渺小 不要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可以做到 你做的每一件事 甚至乎只是說一句話 去支持我們 都是一道力 沒有人去 今時今日我們這麼團結的一個 香港人的社會 沒有人再去衡量 你做到多少 他做到多少 每個人的膽量不同 每個人的資源不同 每個人的能夠抵受荒謬的事件 每個人的尺度不同 所以當然的反應不會是一樣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們對抗這個暴政 在社會運動裡面 在前線那幫 都是一幫大家不認識大家的人 但是能夠建立到這樣的互信在這裡 然後去抵擋持續這麼多個月的這些政權的打壓 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我們香港人 現在前所未有的團結和我們的香港精神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真的不要低估自己的力 每一個人都是一道力 你做到多多少少 最重要是你的心不變 你就是我們的共同體 謝謝